瑞翠香复原保安宫是复原三春主要的信仰中心 同时他也和台北降海城隍也有功来需求做工艺 把白米、面等民生物资捐赠给三春各部落文件站、关怀据点还有绿教站等 副主委林贤城希望借此抛毡引玉尽一己之力来照顾社会弱势 复原保安宫管委会副主委林贤城、周玉梅 在县议员林玉芬、复原村长吴明毅的陪同下 将来自有公、台北、侠孩、城隍庙的爱心物资发送到临近国中小学 另外也亲自捐赠给各部落文件站 受到部落长者们的热烈欢迎 来 去 来 照顾复原文件三号 给他们讲声谢谢好不好 好 谢谢白米、珍海、珍黄庙 复原山村人口为超高龄的聚落 因此除了部落文件站 还有社区关怀据点、绿罩站等单位机构 保安宫管委会也亲自道府赠颂 让社会各界的爱心无限放大再放大 积极关怀社会的精神也令人感动 谢谢台北、珍海、城隍庙 爱你哦 我们是送给我们社区的长辈 所以我们就送到我们复原山村的文件站 还有我们的日照记 瑞穗复原保安宫不仅是百年老庙 更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在新灵灵修领域保存 并传承在地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外 也积极关怀社会弱势推动社会公益 这一次和牛宫台北、珍海、城隍野庙 西首座社会公益 捐赠大批的白米以及面条 赠送给复原山村国中小学 以及各部落文件站、关怀、据点 以及绿色照顾站 藉由共同的宗教信仰 将善与爱的力量 扩散到急需照顾的社会角落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